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Hello大业 Hello大业带您探索学习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Aden 前几集的Hello大业 分别介绍了多媒体学成 义工系、运件系以及生医系 今天的Hello大业 要带领大家认识财务金融学系 俗话说人不理财才不理你 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是很多人心中的目标 大业财经系是怎样透过课程规划 培养出财经专业人才呢? 透过今天的访谈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财经系的优势与未来发展 今天的节目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 大业大学财务金融学系吴盛景主任 吴主任是财务金融学博士 专长是投资学、公司理财、退休计划 理财规划、信托实务等 期待借由他的分享 帮助考生了解财经系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请主任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主持人还有各位正在收听 哈喽大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业大学财经系吴盛景主任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大业财经的一些相关资讯 好那财经系在这几年吴呃在高中生的想要就读的科系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一个科系吴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财经系吴比较没有不景气吴这个产业比较没有不景气吴当景气好的时候吴他大概是如鱼得水好可以获得很多呃成长的机会但是景气不好的时候欸政府马上就会输困降息好所以当然最第一个受到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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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所以这个也是大概我们高中生哈以及很多家长喜欢财经系的原因财经系定位在未经农业提供财富管理相关领域人才培育与就业媒合之整体解决方案先请主任跟大家介绍财经学系的系所特色提供学生哪些课程和核心训练呢目前各大学财经系的分组大概都是以学术领域来分组那但是我们大业大学财经系 是以学生的职业出入来分组所以我们有分成三组一组是银行专业组然后再来是投资管理组与公司财务组那如果学生对于未来想要在银行上班的就适合选银行专业组那如果未来想往证券业投信投雇还有票券业的就适合选投资管理组但如果不想从事金融业想要到一般公司的财务部门或会计部门那就是适合选公司财务组 那为什么我们想要用职业出入来分组 因为金融业跟其他行业最大的差异就是需要一些法定的证照 就是没有这个证照无法从事这个业务 所以要去金融业或是要去证券业所需的证照又不同 因此我们把学习的路径分出来 那同学知道他未来想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就可以选择专业的一些选修课程 以及考一些专业的证照 那我们平常除了在课程中的专业课程之外 还有证照辅导班 每学期都会开设一些证照辅导班 那这个费用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的毕业生大概每学习 每一年度的毕业生大概平均都会有四到五张的财经证照 财经系属于财经学群 请主任给想要选择财经学群的考生一些建议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的高中生适合财经系 可以把握大学四年提升哪些能力 另外财经系也到文心高中等多所学校举办财经股王争霸赛 把理财教育向下扎根 也请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 金融业现在是属于金融服务业 所以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必须一定要去跟客户接触 跟人群接触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就读财经系的这个同学 他可能必须要具有乐观开朗 还有积极进取 还有善与人沟通的特质 那具有这些特质的同学就非常适合来就读财经系 那在大学的四年 我是蛮建议同学除了专业课程跟证照的取得之外 我觉得可以再多参与一些社团 以及系上的一些活动 那我也建议说 同学可以试着去担任社团或班级的干部 这些精力都会增加你在跟人家沟通 以及接触人群的一些能力 那至于在高中举办股王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教育部一直在鼓励 各大学要把理财教育向下扎根 所以我们已经 我们大业大学财经系已经连续16年 都办理这个大业大学财经的全国高中时股王争霸赛 那这个也大概是目前市面上 全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虚拟投资竞赛 每一年都会吸引都会有两千多组报名 大概会有四五千个高中生 那竞争都是非常的激烈 那当然奖金也不错 那因为在108课纲开始之后 高中都需要开设一些多元选修的课程 那所以我们大业大学财经系也有跟很多高中子合作 去开设一些多元选修课程跟弹性课程 那就是主要目的要增加高中生 接触多元课程的机会 然后增进他们的事业 最后想请主任谈一谈财经系的毕业出路 选择升学可以往哪些方向走 投入职场可以从事哪些工作 好那财经系的同学未来的出路 大概会以金融业为主 那金融业可能包含就是银行业证券业 投信投顾还有票券跟保险业等等 那一般我们到银行业的话 一开始会从柜员的职位开始 就是主要从事存放款业务 那如果是在证券业的话 还有期货业的话 大概都是从营业员开始 协助那个客户下单啊 开发客户等等 那如果是保险公司 就是从保险业务员开始 做一些陌生拜访啊 那还有一些客户服务的工作 那我们刚刚说 金融业已经走向金融服务业 所以其实蛮多职位 蛮多职缺都有业绩的目标 那当然金融业还是有一些职缺是不需要 不需要有业绩的目标的 比如说像一些幕僚或行政单位 比如说证券业里面有处理 客户开户的行政柜台 保险业的合保理赔等职位 大概这些都不会有业绩压力 不过相对来说 这个这些职位的行职就会 通常会不如有业绩 目标的这些职位 那在银行业其实也可以考取 公股银行 比如说台银土银 或是有六家泛工股的这些银行 都是蛮不错的一些工作 他们的就业保障跟福利 都不会输公务员 那另外假设没有要往金融业的同学 其实可以报告公司财务组 未来就业方向就更广 因为他到一般的公司的财务部门 会计部门都是蛮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我们在财经系的一些毕业校友 其实发展的都还蛮不错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也是在 花旗银行 那目前已经升到福利 那再来就是很多相关的银行 比如说在台中银行 还有我们的联邦银行 那还有富邦银行 都蛮多的 那玉山我印象好像也有两位 就是也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目前都是发展的很好 那金融业其实蛮起薪高 然后他的薪资成长也蛮快的 所以整体来说 其实同学如果想要达到年薪破百的这个条件 机会会蛮高的 因为一般通常我们说社会组的同学在薪资上会比较弱实 但是其实如果是就读财经系的话 这个机会是蛮高的 是蛮高的 那除了我们说就业之外 其实蛮大部分的同学蛮想要继续升学 那我们在同学在应届考取国立的研究所上面 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的表现 很成绩的表现 那所以我们也是除了想就业或是想升学 也是都蛮欢迎各位同学来报考 谢谢主任详细的解说 今天的哈喽大业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我在大业每天都有亲间室 哈喽大业每个星期次 与你空中相会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一手掌握大业的大小事 也欢迎在Facebook YouTube 追踪大业大学 或大业人新闻网哦 我会让你联合 123 表真的得不开 如果这个安人您一定会不会 我们下集团